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我是冷水 最近在日本和疫情是哪里也去不了 早上起床,从卧室到工作台 通勤时间5秒钟 工作一天,买菜做饭,直播睡觉 相信很多在日本的学生观众 和我度过的生活模式是差不多的 在这种生活中,也会有一个弟弟 发挥了连接每个人的作用 那就是便利店 便利店在日语里叫做Combini 是从英文Combini Store解写而来的 根据毕马威2019年发布的 中国便利店发展报告显示 中国便利店总数达到了12万家 而在国族面积仅占中国的4% 人口数仅占中国10%的日本 便利店总数达到了5万8千家 伟大的思想家鲁迅 在日本留学期间说过这样一句话 路多了就会有人走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便利店 很多到过日本的朋友也会把你说 日本的便利店超密集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日本便利店有什么不同呢 今天的视频我就来给大家讲一讲 日本的便利店基本上都是24小时营业 在深夜也能买得到东西 便利店肯定会买吃的 从零食到便当到冷冻食品 在附近没有超市的地区 便利店就相当于一个小超市 提供了最基本的饮食需求 一般我们的伍伴都会在便利店解决 因为方便 两个人 一份草麦面 一份意面 总共不到1000日元 在日本20岁以下是不能饮酒的 所以如果在便利店里买酒 是需要确认年龄的 像这样点一下确认件 如果店员觉得你的年龄特别小 还会要求你出示身份证件 而我在日本被要求出示身份证件的字数 是零 除了食物 便利店里也会提供生活用品 日本的便利店在角落里也会卖一些杂志 以前很多店都会在这里贩售一些成人书籍 但依女性客户 以及带小孩客户的希望 现在已经不卖了 即使有 也只是打擦边球的作品而已 便利店之所以会叫便利店 就是它在食物和生活用品之外 还承担了一些提供便利的职责 功能一 没有现金了怎么办 便利店等于ATM 伟大的思想家鲁迅说过 有便利店的地方就会有ATM 所以想取现金的时候就可以在便利店取 大家在日本取钱的时候需要注意 有一些ATM会有营业时间 而且大部分都要收手续费 一般在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左右 一次交易的手续费是110日元 在这期间外 手续费是220日元 所以取钱的时候一定要看好时间 或者用和便利店合作的银行卡 不然你的钱就在不经意之间消失了 功能二 交款 伟大的思想家鲁迅说过 人生在世 两件事逃不掉 死亡和交税 日本的水电器 以及一些税金 国民健康保险 国民年金等费用 都会寄一张小单子到家里 这些小单子可以在银行柜台缴费 也可以在便利店里交 虽然基本上都可以选择银行自动扣款 但是我还是希望有一个纸质单据 告诉我需要交多少 所以每到需要交水电的时候 我都会抱着他们来到便利店 叫店员帮忙交款 盖好章就OK啦 功能三 打印机 日本很少有国内那种打印店 打印都在便利店的打印机上操作 可以复印证件 也可以打印文件 或者打证件照 日本的很多音乐会展会演唱会 也可以用便利店的机器打印门票 如果没有U盘 也可以用手机APP连接打印机 打印和复印一般10块钱一张 像我这个文件总共6张 会花掉60日元 而且日本的打印机是可以选择中文的 但是 选中文就只能搞这两样 所以还是用日文吧 功能四 快递 在便利店里边是可以寄快递的 在收银台旁会有寄件单 拿来停好之后交给店员即可 一些便利店还可以购买纸箱 不需要自己先打包 另外如果大家买了东西 但因为上学上班不方便收快递 或者不希望快递员到自己家 也可以把收件地址写到附近的便利店 之后在合适的时间 报姓名领快递就行 功能五 公共厕所 日本的街上很难看到公共厕所 那遇到紧急情况怎么办呢 就像国内的麦当劳一样 想找厕所就去便利店吧 而有些便利店不喜欢被当厕所 所以最好还是问一问店员可不可以用 而且有一种说法 当地治安越好 便利店越会允许使用他们的厕所 伟大的思想家 鲁 算了他没有说过 所以可以通过便利店是否允许使用厕所 来判断当地的治安 至于它是不是真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确认一下 OK 这就是日本便利店的功能 在日本 便利店起到了生活中转站的功能 给附近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 尤其现在在疫情之中 便利店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那么对大家而言 便利店在生活中 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希望能给我这个视频点个赞 这样我的视频能得到更多的推荐 或者你也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冷水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by bwd6 by bwd6